到我了 生肖2的朋友 来临的农年 你的财运是比去年的本命年稳定一些的 恭喜 你有钱花 至于花在哪里 首先就是花在游山玩水上面 因为在新的一年 你会遇到很多的压力 多出去玩 多减压 这样你的心情就会好好提升了 再来 今年由于你有这个病福星 还有这个末月星 所以身体方面要多注意 虽然没有什么大病痛 但是伤风感冒会产生的 多花一点钱做保健 能够提升你的健康运 花完这些钱之后 应该没有剩多少钱可以谈恋爱的 建议你多看我的社交 Gymboek谈谈感情室的影片 教你如何不用花钱 也可以谈恋爱 熟龙的朋友来到农年 就是犯本命年 再加上刑太岁 犯本命年 当然是犯太岁一重 中国人说 一喜挡三灾 无喜是非来 太岁当头坐 无喜必有 犯太岁的年份 需要喜事中喜 包括结婚添丁 买房子 最好没有的话 今年遇到变化比较多 幸好我们都有吉仙照著 包括岁家星和华盖星 岁家是一个皇帝出巡的星 大家都挺欣赏的 施叶温算是不错的 而华盖这个星 是代表艺术才华的星 今年如果你是做一些 跟艺术有关的事 算是不错 但是这个星并不忘桃花 空星方面有太岁星、剑锋星 剑锋星 剑锋是金属受伤的星 最好过了一年之后 捐血洗牙 对自己的健康运有所提升 另外要带一些鸡形的饰物 那就自然平平安安 谢谢